现阶段空手的 或者是过年前才把股票卖掉 或者是降低持股的 现阶段到底该怎么选股呢 戴总 我们现在股市 在年间上下震大 当时以台积电为首 但是还有一些好股票 在相对的低点期 大概价值在13000 14000的低水准区 我们选一些今年有转机 公司配股配息又很大方的好股票 给观众我们朋友做选股参考 第一档是1236的红雅 大家看这红雅是民国65年成立 那今年为什么有大转机呢 它是今年开始帮那个 大家去可能喝咖啡就喝过 星巴克咖啡厅 还有帮全联社代工生产 蛋糕生产面包 你不要看这小东西 一个月它就可以 这个东西一个月就可以做到 800万到1000万的营收 那再来 像前两天我们看到药华药 6446药华药涨到500块 这个红雅手上有2370张的药华药 总市值12亿多 超过贡献一个股本到11块钱多 但是他们公司董事长说 我们适当时机会拿来获利 再来卖 他们不公布什么时候卖 但是基本上获利已经超过一个股本了 这是他潜在的最大的利益 你财霸来看去年前三季 EPS赚3.69元 因为他有处置一家这个工厂的土地 业外的收益 那一整年估计大概3.9元 比前一年比前年的负0.25元 亏损颠倒成长的16倍之多 但你看他前年亏损负0.25元 他去年还配0.5块钱 所以我这样估 以去年这样赚3.9元的话 自己估大概可以配息到2.5到2.8元 说不定更多 至少2块多没问题 殖利率多少 在10%以上 尤其他财务结构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尤其他保领域公司保领域20多亿 又大到一个股本 公司钱多将来配股配息就比较多 我们看看1236 看到股价在震荡震荡相对 你看这边一个震荡震荡 量缩要有机会再走高 大家可以逢地可以注意一下 这是食品股里面一档很好的股票 公司经营的非常好 在第二档是一个 这个我前两天看到 是跟长榮集团的荣运 2607荣运 他是民国62年成立 你看成立50年 这历经多少是景气不景气 他财报去年前三季 本业就赚到2.79元 这个一整年可以赚到3块多 以他每年大概配息 四成卓越来看的话 可以配到1.4元 而且他去年获利比前一年一块钱 成长的225% 这很厉害 他本业业外 为什么呢 来看 我们看下一个字卡 他去年成立了 在大原物流中心 他大原本来有7万公顷的土地 他拿2万8千公顷的土地做物流中心 那这物流中心建立了八成楼的仓储 各位八成楼大卡车都可以上去 下次可以想象一下 那这个全数出租完毕 另外还有3万多个货柜 出租给长榮海运货柜 在海上跑来跑去 你看每个月收多少 每个月收1亿多 好多钱的租金进账 就长榮老大哥赚钱 我赚钱分一部分给你 小弟 大家雨露均沾 那以这个 这个荣运配息 事成来看的话 大概可以配到 1块4 殖利率也有5个percent 但大家注意 尤其美股净值 跟他最近股价27块 是一模一样的 股价净值比 1比1 那财务结构也非常好 那这个保留英语 这个有109亿元 达到一个股本 那值得注意 荣运他这个 他整个存货周转利 他几乎没有什么库存 大家有机会去看 他的存货周转利 100多 这个十几倍 是所有货运股里面的 周转利最高的 这个营运最强的一家公司 大家可以看股价 股底当中 我觉得这场股票 也可以做长期投资 跟刚刚那洪亚一样 另外一个 可以准备明年投资的时候 大家熟悉的2317的洪海 洪海 民国63年成立 你看成立四五十年 这个郭董实在很厉害 我们很佩服郭董 这是企业家 台湾没几个企业家 我上次讲 台湾第一个最棒企业家 是王永庆 第二个就是郭台铭 其他的也算 但是其他的没有那么厉害 好 接下来我们看本文 去年洪海前三季赚 7.32元 全年估计赚10.5元 我估计大概至少配息 5块钱 那5块钱 殖利率也有5%多 那刚刚讲到电动车 那电动车它今年持续发展 明年开卖洪海电动车 可能明年就有机会 慢慢的大成长 那对它的营收 外资估计营收成长 10到15% 我们看洪海2317的股价 股价也在相对高点 低点区 涨多的不要去追 像刚刚的洪亚 荣运 洪海 都可以做到 长线布局的好股票 以上给大家做选股的参考 好 那接下来冠枪来帮我们看一下 他刚才台到的 轻能源概念股当中 有没有一些重点指标呢 冠青 当然啦 这个其实我们谈到第一档股票 就是这个联华 其实刚好我在过年期间 我就只有看了一下 带总推荐什么股票 刚好就是1229的联华 那当然其实联华呢 过去大家就把他当做 很好一个存股标的 因为以前股价多少 120块 对不对 乘几何时在去年 前年涨到70几块钱 结果他很多的一些 这个存股答案就告诉你 哇这档股票多好多好多好 到底有没有真的那么好 市长我告诉你 还真的有这么好 那当然现在股价回到50块钱附近 老实说我就觉得 大概也回到一个 长期投资的一个区间 不过这种股票 你要看的是看长不是看短 因为呢 他有一个金基姆 其实过去我们当初 在看联华120块的时候 那个金基姆根本没有什么 这个金基姆叫什么 叫做联华林德气体 当然呢 其他那本业是什么 这个带总有讲嘛 骆驼牌 萝卜牌 水手牌面粉 这是我从带总的 资料里面抄下来的 然后他这边营收获利贷占四成 可是呢 现在这个联华林德气体厉害了 当然大家知道今年因为这个 应该说去年因为乌俄战争的关系 俄国气体公司现在都制裁了 不能再供应了 就算你 就算不制裁 他们也不愿意供应给你西方国家 结果呢 这些所谓的 这个应该说所谓的一个特殊气体啊 什么海南亚克山东这一类东西呢 事实上 全部都水涨船高 那联华林德气体呢 事实上呢 应该说他的母公司 除了联华钻 另外一家叫林德 林德其实主要在供应什么 在供应氦气的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利润哦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看到联华林德气体呢 事实上去年前三季 这个溢注了 溢注了联华16.78亿的获利 而去年前三季呢 这个联华的获利是32.60亿 是不是大家心算一下 刚好超过一半嘛 所以你看到 这部分呢是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呢 其实刚好也抵消了 事实上联华 老实说去年获利 说真的不怎么样 他刚好抵消了他这些面粉的一个 面粉的状况 因为面粉 他的面粉主要是从 从这国外进口的小麦都大涨啊 所以呢你看到 他反而这个联华林德给上来了 而且呢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的这个 我们看到他今年哦 联华林德集团哦 他们去申请说旗下的联华气体 跟联雅科技 申请共同投资210亿元 在台湾扩产 未来要跟这个离岸风电的业者来合作 这制造呢开发滤青营用 其实联华 我们刚刚最早的一个字卡 跟他提到 他本身就在做什么 他本身在做 他已经可以做蓝青了 现在呢怎么样 他开始也使用呢开始做所谓的滤青 什么叫滤青 什么要蓝青 顺便跟大家解释啊 这个滤青就是用再生能源制造氢气 蓝青是用化石燃料制造氢气啊 然后呢但是有利用碳捕捉气素 把这个氢气所谈放的这个二氧化碳 这个再做一个回收并封存的氢 这叫做 这叫做一个蓝青 那另外呢 两家公司跟他做一个分享啊 一家就是6782的四洋光学 这家公司事实上 我们过去也在股市场跟大家提到过 事实上刚好冲上去之后 哎现在300元 附近在做整理 就是整个细水胶呢 已经慢慢变成主流 细水胶跟水胶的不同在于说 事实上有在长期使用 隐形眼镜人会知道 其实呢就是透气的问题嘛 细水胶透气可以做到非常的高 我们看到含水量也是怎么样 含水量你可以看到 含水量没有那么低 高但是透气呢 这部分呢 就是说这个所谓的透氧量 可以超过100% 所以到到170%啊 180都有可能 所以呢四洋光学 就是在做所谓的一个细水胶材质 而且先前董事长就有跟大家提到说 水胶就像制造业的什么 玄冥药每家都可以做 但细水胶不一样 因为细水胶在过去四洋在做之前呢 其实呢我们看到都是一些什么 我们博士伦的爱尔康这些 四大厂牌所一个所占有 但是呢能够有这样的技术 能够跟四大厂牌的一个 细水胶技术匹敌的 就是这一家6782的四洋光学 你就跟他讲看一下K线图好了 事实上呢 他为什么有办法股价这么高 你说他又没有赚的跟金硕 跟这个这个跟金硕啦 跟那个所谓的大学光 这些公司一样多 当然大学光也是不错的公司啦 我们今天没时间跟大家讲这些 那你看到其实就是因为 他技术非常非常好 所以这家公司 其实我投资朋友认为 我是认为说投资朋友 可能把握拉回的时候去做切 毕竟他就是下一世代的产业 那最后一档股票 我们看到是什么 你想要讲大力光干嘛 大力光 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重点 大力光现在股价跟2015年相当 当时顺与光学股价不到30港币 请大家回去看看现在 顺与光学多少钱 事实上一度涨到200多 现在是大概100上下左右 但是你看到 顺与光学已经涨了三倍了 而大家不要忘记了 美中科技战的一个效应啊 事实上当你说都晶片而已 怎么会有跟光学有关 我告诉你 迟早也是会有关的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你看到虽然说大模去终结看多啦 这个认为说 这个潜望进步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可是你看到 利空出来都反应一天而已 所以你看到是不是有机会在这里 回到2015年的价格 而反而有机会做一个上扬 我想是值得投资者去观察的 好 有时候利空跟利多的 这个反应氛围 就可以透露出来 现在市场上的趋势跟方向 好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特别来宾 也感谢您的收看 下周日晚上8点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